各位同学,你们好啊! 由踏入大学的一刻, 你就开始排一座叫终身学习的高山。 那你知不知道, 读大学是什么一回事呢? 又知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困难和挑战在等你呢? 要成功地应付这些挑战, 首先,你需要学会如何有技巧地运用不同的资讯。 再加上,你需要有打烂沙盘问道督的心态, 千万不要相信外面有一个固定答案在等你。 在大学中, 学习其实是要主动找出议题的核心, 利用批判性思维,提出相关的问题继续追问下去。 而在这个过程中, 要大胆地去探索一下 如何有创意地运用手上的资讯。 要记得小心地分析和勾迹出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, 想想如何用它们去支持自己的想法或决定。 那你才可以去建构根据说服力的观点, 以及对现有的问题提出独特和创新的看法。 喂,别笑现在的自己。 你所做的事不单止对你日后的事业, 甚至对全世界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 还有,你现在开始会接触到更多连专业人士都会用到的一手资料。 例如,研究数据,统计报告, 学术期刊和各类型的书籍。 很多时候,它们要么就很贵, 要么就是一些不会公开的原始数据。 还有就是,你收读那个专业内 独有的资讯来源和分析技巧。 那你准备好了吗? 由现在开始,好好装备自己吧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